商力 你不是个爷们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要是自己站出来 我还当你是个敢做敢为的爷们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你 你血口喷燃 十三 如果你今天拿不出证据来 我要告你无限 十三 不要以为你做了天王就能信口开河了 老夫还没退位呢 这么说 我自然有证据了 这是我让人调查出来的狙击红星骨架的空头主力账户的信息 其中最大的一个空头账户所有人 正是商力商大少爷 敢问 这件事 商少您做何解释 商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爷爷 我 我只是 还不快跟白龙王道歉 白龙王莫要见惯 虽说狙击股票是商业行为 合理合法 但在那种特殊时期我这不需要孙子去狙击您 的的确却不像话 白龙王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白龙王 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毕竟您是第五大天王嘛 商王 我妈曾经告诉我 不明白情况就确认大度的人 我可得离远点 因为雷劈她的时候 很可能会连累到我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不过就像你说的 我一个天王 跟商力这种孙子辈的人一般见识 太跌分了 举击股票的事 就这么一笔勾销吧 不过嘛 另外一件事 咱们还是得把账算清楚一些 嗯 我想替我算账的人来了 商力 你涉嫌非法倒卖粮食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什么非法倒卖粮食 你们有证据吗 我要看相关证据 有人举报你跟四大粮商的员工勾结向国外倒卖粮食 证据确凿 这是逮捕令 你看一下吧 十三 是你搞的鬼是不是 商力 你这话就说得我不高兴了 违法犯罪的事情是你自己做的 就算是我举报的你 那也是身为天王应该做的正义之举 商王 你说 这件事我做的对吗 上瘾 看看你交出的好孙子 格主息怒 格主息怒 鉴于商力的所作所为 我以格主之名 做出以下决定 将商力逐出元老阁 永不录用 商力一脉 三代子孙不得参与元老阁那行活动 罚商王半年的工资和奖金 以一锦校友 商力 跟我们走吧 十三 你个卑鄙小人 你一直都没有放弃报复 一直都在暗地里做准备 你卑鄙无耻 商力 我觉得你简直太搞笑了 从始至终 哪一次是我主动招惹你的 每一次都是觉得我的存在 遮盖住了你头顶的光环 才屡屡对我出手 你对我出手可以 我对你报复就不行 就是卑鄙无耻 感情太阳都得围着你一个人撞才对是吧 可笑 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十三 你回我孙儿前途 老夫与你不死不休 公子苑同学你来了 快请坐吧 李阁主您好 不得不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十三为国效力 打败了四大粮商 守护住了大厦粮食安全 你呢 不吭不响的就搞了个家教网项目出来 大大缓解了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压力 还拉高了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平均水平 你俩还真是绝配啊 哈哈哈哈 李阁主过赞了 没有过赞 家教网从一开始就创造出了如此炫目的成绩单 我觉得家教网项目一定前途无量 紫苑啊 你是金国不让须眉啊 我觉得啊 你不必追求十三的那个诸葛小妮子若 嗯 诸葛小妮子是谁 狼牙王诸葛尊的孙女 诸葛王 这次就是他跟十三一起对抗四大粮商的 呵呵 你还不知道吧 他们俩啊 在出国的时候有过一段生死之交呢 紫苑啊 你得努力了 十三身边优秀的女孩可不少哟 李阁主您说的是 我是得努力了 可恶的十三 有漂亮妹子追居然不告诉我 我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吗 我是吗 回去非一屁股做死你呀不可 紫苑同学 是这样 家教网的项目 袁老阁想给予大力的支持 你看 您是说 袁老阁想入股对吧 没错 家教网的项目性质太特殊了 这是属于收割信仰 功德无量的项目 官方肯定想来奋一杯羹 也好 这项目 因为张璇和汤家对我下阴手 我顺手把汤家搞破产了 据说汤家还是袁老阁魔王的手下 现在正好趁此机会进入袁老阁 这样凭我自己也可以不去报复 还能帮助十三哥 我同意袁老阁入股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诸葛婉儿在袁老阁是什么职位 中层管理 好 我可以把家交往项目的一半股份让给袁老阁 条件是我必须也要成为袁老阁的中层管理 成交 好啊 李阁主 你算计我 嘿嘿 小妮子 兵不厌诈吗 那不行 你必须补偿我点什么 不然我就出去对外说 李阁主占我便宜 哎哎哎 这话不能乱说哈 什么叫我占你便宜啊 你还没占我便宜呢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哎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思在里面吗 这便宜你占的还少啊 我不管 必须补偿我 堂堂阁主 怎么好意思占小姑娘的便宜 我补偿还不行吗 说吧 你想要什么补偿 股份我可以给你 但是这次天王排名的考核 必须让十三第一 这 李阁主 外国的袁老阁可是全凭成绩说话的 不要忘了 十三哥他连命都差点丢在国外 国家不会忘记英雄的 好 你的条件 我答应了 十三哥 等着你老婆给你送的大礼吧 大夏第一天王 嘖嘖嘖 阁主 公子院的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点 你觉得哪里过分了 十三才刚刚成为天王 再让他排名第一 资历不太够吧 这让袁老婆的老天王们怎么想啊 老吴 亏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刚刚公子怨点我的话 你是一点没听明白啊 袁老阁就是论子排辈的陋戏太严重了 这种陋戏应该摒弃 就应该多鼓励能者居之这种思想才对 你要知道 袁老阁不是其他单位 不是熬的时间越久 就能力越强 阁主教训的是 受教了 罚款我已经替你教了 事情就此打住了 你不用担心了 爸 对不起 我错了 你骂我吧 小丽 殊不可怕 不想赢才可怕 我希望你能总结自己失败的经验 找回本应该属于你的荣耀 爸 我明白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想隐姓埋名 真正的从零开始 磨练自己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放心 过段时间就是天王排名 你爷爷肯定拿第一 而且我听说十三的女朋友得罪了某王 某王正在气头上 准备联合你爷爷和刘天王准备弹劾十三 到时候十三不是天王 还不是任由我们拿你 哈哈 好 到时候我要十三死 想必今天诸位到此也知道所为合适 我呢也按照老规矩 简单说一下天王排名的相关事宜 第一 天王排名每个季度举行一次 目的是为了让天王之间有良性竞争 积极工作 第二 按规定 排名第一的天王 可优惠税费50% 第二的天王 优惠40% 第三是30% 第四是20% 第五呢是10% 第三 天王排名考核不按身价排列 比的是对民生的贡献 只要是天王本人 或者亲朋好友所做的利民项目 都可记入天王排名的成绩之中 好了 这些老生常谈的事情我说完了 大家在天王排名之前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禀报的吗 阁主 我有事禀报 说 我要联名商王 文成王谈和白龙王 阁主 十三刚上任天王 就做出如此有害民生之举 令我国优秀企业破产 数万员工失去工作 简直是丧心病狂 不将其逐出元老阁 不足以平民愤 十三 你才上任多久 就让三大天王联名弹劾你 本事不小吗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如果我说这件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 您信吗 你放屁 汤家好歹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帝都好门 资产更是破了千亿 没有你这个天王从中做客 汤家会商债失败 是不是别人不发火就当别人傻子呀 十三 对付帝都老教和对付阳光爱新柱学会的那些阴招 我都了解了 说实话 整个商界 除了你我还真就不信其他人能想得出来了 老婆太优秀了也是一种烦恼呢 好了所有人都肃静 我来宣布下这件事的判决结果吧 我宣布本次三王联名弹劾白龙王一事 不会 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着什么 这件事呢 恰好我知道整个过程 十三 的的确确没有参与进去 完完全全是公子院一人在幕后策划了一切 古词 你们三人的联名弹劾 自然就不成立了 什么了 但 我都说了 老婆太优秀 我也没办法 你们三个怎么说 格者 是我们误会 我们撤回弹劾 白龙王 误会了 我向你道歉 白龙王 我向你道歉 白龙王 对不起 既然没有其他事 那么 就进行本次的重点事项 天王排名 格者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不知当奖不当奖 奖 天王排名 每个季度都要进行一次 实属有点过于频繁了 本王建议 从这次起 以后天王排名改为一年一次 商王 你确定想一年一次 当然 这只是个不成熟的建议 具体是否可行 还要请格主定夺 你们四个的意见呢 格主 我认为生王说的有道理 格主 我跟商王意见一样 老商 你不就是想连人一整年的第一天王吗 不过呢 俗话说君子有成人之美 老商既然想连人 那我就当一辉君子 我同意 白龙王 你呢 四大天王都同意了 我要说不同意 那不是破坏团队和谐吗 我同意 嗯 好 既然你们五个都同意了 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 现在宣布天王排名的结果 首先是第四名 谋王 王澎泰 第三名 文成王 刘吴长 文成王 尼儿媳妇为国家引进了先进的网络技术 并且免费捐赠给了国家 当真是做了一大贡献啊 老刘 挺鸡贼啊你 老商 我看你也别开心得太早了 你觉得老诸葛同意的那么痛快 会没别什么大招吗 老商 别怕 说不定我是最后一名的 第二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第二名诸葛尊 第二名狼牙王诸葛尊 哈哈哈哈 文了 老子再次拿第一 而且一整年 哈哈 这几个月 诸葛王承包了帝都的地铁工程 并且规划的路线得到了民众的一致认可 老诸葛 你可真是有个好孙女啊 老商 恭喜了 你又是第一天王 恭喜恭喜啊 老商 第一文了 一下子蝉联一年的第一天王 光是税费就优惠了百分之五十 老商 你可以哟 哈哈哈哈 未必 未必 就像老诸葛说的那样 万一我是最后一名呢 毕竟 咱们的白龙王可是为国征战 打败了四大粮商的顶级商人 万一人家搞出了咱们不知道的大动作呢 这次说不定就是白龙王密西 常为第一天王 将我这个老牌天王旗在胯下受辱呢 哈哈哈哈 好了 我宣布成为第一天王的人是白龙王 十三 李阁主 您是不是搞错了 李阁主 您一定是搞错了 十三是第一 他凭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白龙王似乎这半个月没啥名声方面的成绩吧 阁主 你刚刚应该是在宣布倒数第一名对吧 您口误了 一定是这样的 对吧 我没有搞错 第一天王正是白龙王 十三 李阁主 这件事您必须好好解释一下 十三是第一天王 他凭什么 嗯 的确是要好好解释一下 各位可曾听说过家交往这个项目 教育体系那边高度赞扬了这个项目 目前家交往项目的创始人已经同意转让50%的股份给元老阁 让元老阁来负责进行全国推广 阁主 阁主 可是这跟本次的天王排名有什么关系 别急啊 先听我说完 小妮子 出来吧 介绍一下 这位是公子院工女士 家交往项目的创始人 同时 也是我特批成为元老阁中层管理的引进行人才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公子院 是白龙王的女朋友 婉儿 你这次的对手真的很强劲啊 这下 大家没有疑问了吧 呃 我有疑问 商王你请说 如果说 十三是第一的话 那难道我是最后一名 嗯 这也是我刚刚想要宣布的 最后一名 商王 商赢 这怎么可能 即便我不是第一 我老婆搞的水利工程也没道理让我倒数第一啊 商王啊 你老婆那个水利工程的确挺不错的 那为何让我排倒数第一 难道阁主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问题是 你老婆的水利工程刚开始没要钱 但是后续被你孙儿商利接手后 就从公益性质变成商业性质 开始大肆收费了 同意 十三 恭喜你成为本次天王排名的第一天王 十三 按规矩 发表一下你的感言吧 其实这次能成为第一天王 我也十分意外 首先 我要感谢我的女朋友 如果不是她 我也不可能这么快当上第一天王 其次 我最要感谢的 是商王商赢老先生 如果不是她建议天王排名改成一年一次 我也不可能连任一整年的第一天王 谢谢你 商天王 感谢你让我完成了三年内超越商王的誓言 十三 你 你 啊 十三哥 家教网这个项目有个很大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现在他们的支付手段只有银行转账 或者邮寄支票 每一种都挺麻烦的 这也造成了不少订单的流失 那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我其实有想过 如果能通过网络支付就能大大减少订单的流失 比如 如果我们能搞一个连接起银行和用户之间的软件 是不是就能方便许多 哦 这就是后世的支付宝啊 居然被子愿想出来了 老婆 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 这种平台 是一个聚拢用户 捆绑用户习惯的手段 一旦咱们做成了 做好了 将来互联网上将会有一大半的资金流动 都要通过咱们的平台 哇塞 十三哥 这件事交给我吧 我一定把支付宝代人给你开发出来 好老婆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能开发成功 你就是未来互联网的龙头老大